卡車衝進百貨公司 現場冒出陣陣濃煙 瑞典7號驚傳恐怖攻擊 一輛貨車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 衝撞行人造成多人死傷 駅目擊者指出下午在女王大街購物區 突然有輛卡車高速衝進人行道 標準路上行人衝撞再撞進百貨公司內部 多人閃避不及當場死亡 還有人聽到現場傳出槍響 傷者被蓋上毛毯並抬上救護車 瑞典總理在第一時間發表回應 對於這次襲擊總理表示 各種跡象都顯示正式一起恐怖攻擊 並會隨時掌握情況 警方透過監視器鎖定一位 身穿軍綠色連帽外套的男子 警方表示嫌犯趁司機不注意 偷了一輛啤酒貨車並開往鬧區 目前逮捕了幾位嫌疑犯 並會再做進一步職任 各國也都對這起事件表示哀悼 並表示會給予瑞典一切支援 瑞典總理隨後也到現場獻花致意 並召開記者會 歐洲恐怖攻擊頻傳使用汽車衝撞 儼然成為孤狼式攻擊的冠用手法 當地軍民防不勝防 再度蒙上恐攻陰影 記者綜合報導